詹姨 你沒事吧 詹姨 快點出國了 我會擔心 我是沒辦法了 我被限制出境 你快點出國 不要再留在這裡了 5萬塊就沒事了 看看王柏超 王柏超好想殺了我 他還不是5萬塊交保 有差嗎 快走 快走 你快走 我的狀況呢 比他好一點 因為現在他的狀況有點像是 連打他的人 就連指使那個黃男來打他的是誰 都不知道 那我呢至少 我現在之後出事有什麼事情呢 就一定是 王柏超 我是建議 就趕快先搬一搬吧 先離開台灣 想要怎麼追求怎麼追求 下我跟他講電話的時候 明顯感覺的出來 他嚇到了 但是我呢 那我的我的感覺就是 越多人被打 就越能夠讓這些人 正視 這個暴力的行為 你知道嗎 大家都被揍一下 才會知道 哦原來是不可以這樣的 阿成儀的那個人呢 他也是5萬塊交保 好像這個已經是一個SOP了 你知道嗎 就是反正打人 5萬塊搞定 後面就是賠錢了事 黃柏超也是5萬塊交保 他也是5萬塊交保 所以就搞得好像已經是一個公式 反正5萬塊就交保了 快點出國啦 出國慢慢的 嘴秋 因為我覺得真的 這個網路世界上面已經大家把嘴秋的定義 扭曲的有點小嚴重 這個所謂的嘴秋被定義的這麼扭曲的狀態下 我會認為啦 你們每個人都嘴秋過 你們憑什麼對我發表意見 憑什麼對我發表言論 比如說我犯法了 我會被法律制裁 未來可能我也要去蹲了 那你們憑什麼嘴秋 而且加上三審還沒有定義 你們那些每個嘴秋過的人 難道 我要用他這些垃圾的定義 來制裁你們嗎 我不會做跟他們一樣的事情 我不會找一些人 找一個打手 我怕去打你 然後給給他安家費 然後他5萬塊就交保 搞不好還可以潛逃出國 鈴鐵